好了,我講完這宗新聞,然後再回覆一些網友的評論 好,OK 今天也會繼續講施政報告,很搞笑的 開始回答問題 不同的局長出來面對回答問題,包括勞福局局長 嘩,孫玉咸,死了,這個字我不會讀 有沒有網友可以糾正我,不知道是不是孫玉咸 還有,除了勞福局之外,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也回應 勞動人口流失的這件事 他說勞動人口流失方面,14萬有9萬是高技術勞動的勞動力 卓永興就說,香港人是習慣彈出彈入的 不用太擔心,不用這樣 那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相信港人在外地生活,都會發現 原來也是香港好啊 這是我很大體驗的,我住了一年多 我住了英國,我住了一年多 那當初住之前,都以為 譬如在倫敦,很多人覺得是煙雨迷蒙啊 烏沉沉啊 很低氣硬啊,很落後 去到之後,就像卓永興所說 我終於明白,哇 難怪香港曾經這麼好 難怪曾經這麼好 難怪曾經這麼好 他就說,他舉例,香港其中一個吸引之處是郊野公園 人家每一條街都有公園仔走 人家的公園大混蛋 你真是鬥公園 你真是自暴其短 香港的吸引力竟然是講公園 真是好笑的 真是笑爆嘴 你多拍車再說吧 你看些垃圾 你看人多的時候,整個公園都是人 你找椅子坐下都沒有 你很鬥不鬥 你用公園來和英國鬥 真是好笑的 他就說 沒有啦 人才這部分待會再說 記招關於其他問題,我留待會再說 好了,現在就看看網友有什麼comment OK OK UK支出是大 所以現在呢 就 英國老虎地立你香港人 立得不斷立 好,給我一點點dead air時間 看一看一些comment OK,好 那就 講講講香港 講講香港 這份施政報告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OK 就是有51.1分 這樣 竟然這麼低分 我覺得真的不對 我會給50萬分 如果滿分100,我會給50萬分 這樣呢 是吧 那香港文言有做過調查 對比對上的三個特首裡面 的第一份都是低過的 竟然 竟然 嘩,這樣就真是慘了 低處也未算低 好了 對上的幾份 特首的分數是怎樣呢 找一找 先 林鄭 竟然第一份是62.4分 香港人真是抵死 62.4分 當然 有這麼說 可能你回答那些好像我一樣 我老虎一定會給100分 撇除這件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香港人有沒有這麼聰明 但如果香港人有這麼聰明 就應該給100分 對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那麼 689 就56.4分 曾蔭權是最高66分 OK 他只有51分 不過 靜滿意率呢 是有3分 3個巴仙的 是17年以來第一次是有正數的 這樣 好了 說完了 其實沒什麼特別好說 我看到 政研社 有一個研究員 就說 對於評分上升 因為變了正數 就覺得有點驚訝 有什麼驚訝 有什麼驚訝 是不是 有些不滿的就離開了 有些像我那樣 如果是我的思維 是不是 很欣賞的 當然會給100分 所以是不奇怪的 好了 那麼 講完人才 就講一下答問大會 嘩 真是精彩到爆炸 竟然有網友 有一個 做《財經台》的時候 主持 拍檔又說 喂 你看看李家超的記者 我當然沒有了 他說 哇 意氣風發 手沒有觸動 所以今天遲開了 我是為大家 好像以前的阿叔 為了大家看春晚 我就進去找 看了五至十分鐘 飛來看 真是意氣風發 我必須要說 他做了幾十年紀律部隊 做到這麼高層 這些對答 其實是難去不了的 而且 我想他也訓練了 而且大家都跟了稿 說真的 你面對這群狗 其實是李家超 就是吃著你們 你問了些什麼 你問了些什麼 好似李家超 就是瘋狗 那樣 我看了十分八分鐘 我的 comment 就是瘋狗 那樣 就是李家超 這群立法會的狗 是不是 好了 那麼 有些什麼精彩片段呢 就是何君堯 原來他還沒死 何君堯 就是何君堯 有反對派 有些抗爭者 你只是找一隻瘋狗出來去咬 現在都沒有了 是不是 我又要說一個誠語 我經常都不記得了 非了盡量工藏 下一句是什麼 嗯 搞套滅 是吧 走狗班 經常都不記得 還是調轉 那麼 何君堯又辦警 就說 這份施政報告 你可以拿90分 我扣你20分 他說 因為 沒有這23條時間表 哇 李家超就說了 就是 我希望這23條 即他還要用來聲 我希望這23條 用內地術語 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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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簡直上了身 好了 有人問他關於紅點 喂 喂 紅隊 這個批鬥是怎樣的 他說 紅隊 就是填補盲點 OK 這些不特別常說 然後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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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強 法律界 林 新強 就過癮了 其實他出來 他都會說 嘻嘻嘻嘻 多謝特首 這份報告 好好 這樣 我要給林 新強的 臨新強的樣子 大家看看 林新強 隨便吧 好了 林新強 其實很多 一開始都這樣說 多謝特首 不怕官商勾結的抹黑 繼續 什麼什麼什麼 都那些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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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那什麼什麼什麼勾結呢 我突然說 劉華 這是 當時 挑動社會矛盾 這是 壞思想 這是 當時 反中亂講 挑動社會矛盾的術語 我們就是要反這些挑撥離間 我強調整個社會團結在一起 一起擁護一國兩制 這是習主席七一講華的重要點 哇 林新強被人打了 哇 一個政治不正確被他咬到 咬到變了暗狗狗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以後 一逢有政治不正確 這些紅隊便來了 總之現在整個政府批鬥 勇於鬥爭 我是樂見的 我覺得相當之好 有這樣的批鬥精神是非常之好 那你不用支援的政策 會幫到市民受的了 大家準備吃自己 哈哈 對比 就是 就是 唉 不說那麼多 香港人自己會做的 這些事情 一個政府 只是負責準備批鬥 勇於批鬥 準備批鬥 勇於鬥爭的 理想社會能夠和諧穩定 就真是好笑 好了 繼續說一些官員的記招 關於一個簡約公屋 有記者說 那是否臭數 當然是 哈哈 不用說 這個臭數 我先找一個新聞出來 找不到 有他了 好了 有人說 簡約公屋 好像地盤房 地盤的貨櫃屋 那 怎麼搞 黃偉倫 就說 傳統公屋 搞三五年 搞不定 不如搞這個 現在不單止時間快 質量也很高 不用爭論 第一 質量高 時間是否快很多 你都說2024年才有 第一 不是很快 第二 質量高極 就是貨櫃屋 那 對於沒有屋住的人來說 我覺得 比沒有好 對不對 很明顯 你要上樓 你要公屋 選了公屋 都是公屋 這個思維 打後所有事情都會是這樣的 打後所有事情都會是這樣的 譬如 買了一些大灣區產品的 例如港股 買了港股的 或者買了一些人仔債的 就給你一些人民幣 都是資產 都是錢 是不是 你合不合心水 就是你的事 都是公屋 簡陋一點 然後 這批公屋的時間 公屋一扔出來 輪候時間 哇 馬上縮短 為什麼 總有些人先住 這樣 可能輪候兩個星期就有了 是不是 一脫一脫 本來輪候九年 一縮 變成五六年 行 又有正職了 好了 最後講完 他 施政報告除了立法會之外 就要上電台 接受這個 電話的 市民的質詢 所謂 那麼 就 有一個 聽眾 就這樣說 他說 香港一向是 人才仔仔 如今人才來說 是政府所知 背後原因 大家心知肚明 康靖 猛於虎 他說 港人很愛國 但是中國不愛我們 是嗎 好了 今天李家超就沒有回應 是不是苛正 他強調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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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不用特別說了 那麼 最後呢 都是講 人才方面 那麼 其他這些都不特別常說了 好 那麼 這個施政報告的話題 應該逐此告一段落 那麼 對於香港 其實這份施政報告是厲害的 是很精彩的 第一 製造了一個 投資基金 可以倒下海 然後建了鐵路 也扔下海 然後 我最喜歡 都是批鬥文化 製造100個 KPI和紅隊 就等公務員 互相批鬥 這個我也很欣賞 很欣賞 房價 房樓那些 就沒什麼所謂了 不管他了 好 大致上 施政報告的新聞 就是這麼多 那麼 那之後呢 就說一下 一些案件 好 那 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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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